陪母路间四个月刚出狱 三岁女童楼梯摔死 一个小生命就这样消失了 前天晚上 新北市新庄男子卢麒伟 抱着张姓三岁女童到医院急救 女童已经没了呼吸心跳 医生立刻抢救人不治 医生发现女童浑身伤 额头脸鼻子右手肘跟背到处是瘀情 立即通报警方处理 照顾女童的卢麒伟说 前晚她在顶楼抽烟 女童跟着一起上楼 没想到一阵声响 女童竟然摔下楼梯动也不动 她立刻带女童就医 竟回天法术 可怜的女童命运多舛 去年十月她跟着吸毒的母亲一起入肩 二月出狱后 母亲从事大夜班洗碗工 无法照顾她 只好托付给朋友如期为照顾 却从此天人勇格 女童母亲解释 女儿身上的瘀青大部分是撞伤 她只有拿衣架打小腿 女童阿姨说 女童还有一个哥哥 女童四年级 四哥啊 做主了 另一个哥哥在一岁时 因为爸爸未来时失手摔死 爸爸被判过失致死罪9年 目前跑路中 包括这个案家相关的其他案子 目前受照顾清晰 那目前都确认照顾 报警警官官之后 相验之后才知道已经案情 目前如信男子依过失致死罪 移送法办 东新闻新北报导 独家爆料给苹果 精彩用 这颇奖先捐你指定的慈善机构 请播载话或电子邮件 苹果日记网站或APP的爆料传区 你爆料我捐款